接下來繼續在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為聽眾朋友來介紹一位新的創作者 他最近在平台上已經累積了四首新的創作 在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他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的節目 一起來歡迎謝孟淇 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Mark 謝孟淇 謝孟淇好啊 那個對啊 就是怎麼樣 現在感覺如何 有點興奮 有點緊張 真的嗎?為什麼? 就覺得昨天有小小的再做一下功課 幹嘛做功課啊? 沒有發現一下劍恆哥的那個 怎樣怎樣 發現了什麼嗎? 沒有啊就是 就是因為劍恆哥都會跟那個日韓就是有很多的那個 對啊大部分的人就如果是從其他的媒體 可能就會覺得我是日韓掛的這樣 是 對但是我是從小到大都聽華語流行音樂啊 喔可是現代比較多一點 也都聽啊 都聽都聽 對對對對對 我其實沒有什麼在分耶 就是 比方說像一些平台 然後他不是都會有那個新歌嗎? 對對對 新歌一上架 我不管什麼語言我都聽這樣 有時候我還會怪他 都沒有放什麼泰國的啦 什麼的這樣 我都還要自己去找這樣 對我就是 就是有這種奇怪的習慣 對就是很很很很很很想就是聽到新歌這樣 多聽一點不同 對對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聽韓文歌啦 喔真的嗎? 那你有特別喜歡聽誰嗎? Streets 夜巴 從音樂 其實喜歡蠻多創作系列的歌手 讓你開始真正的走上歌手這個行列 因為以前可能我們覺得要發片 現在其實有作品在數位平台上聽得到 基本上就已經算是歌手了 那你已經累積四首歌了 真正的歌手 那你呢 那時候第一首歌 我記得是台語歌叫《韓阿靠》 對 第一首是台語的創作 也是第一次試著用台語做的 以前都是用中文 就是國語在寫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 後來成為一位真正進入這個音樂圈行列的歌手 其實我以前在音樂公司待過三年 但那時候是做幕後 然後後來就暫時先選擇離開之後呢 然後剛好有一個活動需要支援 就是要錄啊 需要主題曲之類的 對 然後就是要唱這樣 然後就幫助了這個活動之後 那後來唱片公司的 也是之前的老闆就說 那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把我過去的一些作品拿出來發表 所以你老闆以前就知道你有創作 知道知道 但是他就是很鼓勵我就是可以多多寫一些歌 但沒有特別說真的要把它拿出來變成一個要走到目前啦 那你那時候寫那麼多歌他有沒有說要不然我幫你就是看有沒有別的歌手可以唱啊這樣 那時候也是有講過這件事情 哪一首歌好像適合什麼動力火車啊 但是後來其實沒有特別推啦 沒有賣掉 還是他根本沒有推這樣 嗯 這個我就不知道啦 好不好 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怎麼這樣子 沒有啦 好 但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老闆又覺得 好啦 再把你的創作整理整理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呢就有了這個緣起 這個緣起呢就是行啊靠 對 這首旋律其實是在台南的時候就是誕生的 因為那時候回阿嬤家 然後就突然這個旋律出來之後就覺得 這個旋律好像怎麼配就是台語最適合 那個喀靠好像最到底這樣 所以就演就是就把那個副歌的第一句就先哼出來 然後就覺得那就來寫跟親情有關的 這應該不是你人生的第一首創作吧 不是不是 對嘛 你一定有更多的歌就是還在整理中 對 是 對不對 或者是可能更早以前的 現在在聽就覺得 欸 有點害羞 的確需要整理一下 那一種的 那阿嬤是住在台南哪裡啊 東區 欸 真的 哇 離大東夜市算蠻近的 欸 大東夜市我比較沒概念 但你講東區我知道 東區 東門圓環嘛 對對對 還有重學國小 之前那個王健民就在那邊 喔 重學國小 長榮中學 對對對 然後東門嘛 那邊還有 就 其實台南我覺得 他主要市區並不大 喔 對對對 他其他的都坐落在 你到東門了就已經又要玄接到其他的路上 就可以到南門城這樣 對對對 西門其實都蠻方便的啦 對 你有常回去台南嗎 有 我知道大節日或過年什麼都會回去 喔 所以阿嬤後來有聽到這首歌嗎 有啊 有啊 他就也很開心啦 對對對 還是你當歌手阿嬤更開心 嗯 這個沒有特別問過欸 但是他只要看到我就是好好的 應該好像就蠻開心的 嗯 好啊 在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呢 我們聽到 這是來自謝孟琦 這是第一次介紹這位歌手 在我們的節目中跟大家聊天 他有四首作品 在今晚的娛樂一世代介紹給各位 首先我們就從這首台語創作開始 好 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八點半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 這位新朋友 他的名字就叫謝孟琦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Mark 謝孟琦 我們在今晚的娛樂一世代介紹 在數位平台你目前已經可以聽到他四首歌 謝孟琦是一位創作歌手 我想每一位創作人他會走進這個行業 多多少少都有被啟蒙的時代 是 對 你覺得在當時 你可能年紀還很小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被某一件事情影響 被某個歌或者是某一位歌手 對 要不然我覺得我們不會莫名其妙 就有一天突然想做這件事 或者是會了 一定都是多多少少有被啟蒙這樣 那你覺得可能對你來說是誰啊 我覺得一開始可能應該真的是周杰倫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小時候 在那個盜版窗爵的時候 就是我家是在那個菜市場樓上 然後就會去投個五十塊 然後就可以去買專輯 五十塊 以前啦 這個是不是不太好 等一下等一下 那是盜版是不是 對 就是他去投錢啦 為什麼是用投錢的 就是他是準備一個桶子 他不會有人在那邊 我懂了 就是因為他那個也不是正版 被偷了就算了 可能是 但是如果你沒有投拿走 他就會跑來 他也會發現 他有人在看 那要我就跟他說 你明明是盜版的 你還敢收我錢 對 但 對啦 結論剛出道那時候還有盜版 而且那時候是盜版卡帶來CD 因為小時候沒有版權概念啦 那時候真的也搞不清楚這樣 我小時候在台南 我很常去北門路買卡帶 我後來長大之後有版權概念 我回過頭去看我以前買的卡帶 我也發現有一些像西洋的 日本的 我後來有概念了以後我就發現 欸 我小時候買那個是盜版的欸 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但現在也買不到盜版啦 對 人家書位串流很方便 對對對 所以一直以來就是周杰倫影響著你嗎 對 然後後來其實有一些選秀節目 像就星光大刀那時候其實就蠻喜歡許家瑩的 對 就覺得他們把他們這些故事說出來 就覺得 很美 對 你怎麼沒有去比賽 有這個想法過 但是就覺得那時候也不是唱歌 不是像他們那麼厲害的 所以就就看看就好 對對對 那所以你打算就是沒有從唱歌這件事情 進入這個行業 所以那個時候你到那個音樂公司去上班 你大部分的工作是做 其實我主要是做APP的開發 然後還有幫忙籌備一些專輯啊 或者是音樂會這樣 所以你比較偏AMR 有一部分算是AMR的 然後APP的開發 所以你是科技業 其實我不是學這個本科專輯 真的啊 對 但是就是邏輯什麼 好像還可以 然後就是幫忙規劃啊 然後去就是通酬這樣 所以你也沒有 也不算真正的幕後耶 所謂的幕後就是說 音樂製作的幕後 其實你根本不算嘛 對 對 比較像專案的人啦 所以你有幫助過哪一位歌手嗎 我那個時候進去的時候算是FS FS的後期 所以那時候有跟他們合作到一部分 他們現在在哪 他們現在在馬來西亞繼續發展 對 疫情阻隔了很多的交流 你剛剛突然講這名字啊 我記得 哇 對 我記得 你知道那個上次在林俊傑的演唱會上 他的合音有四個人 有兩個男生 是我本來就認識的合音這樣子 另外兩個呢 是新加坡的歌手叫兩個女生 有人有印象嗎 兩個 好像好像好像有聽過 是兩個女生嗎 還是 新加坡 等一下我想一下 反正是一個女生的團 插班生 叫插班生 我想起來了 有聽過插班生嗎 沒有 好啦就 有聽過兩個女生 但沒有聽過插班生 我跟你們講 插班生就 後來就跟著JJ在巡迴這樣 對 也不錯啊 對 好 所以我們大家了解謝孟琦的背影 所以創作這件事情 就對她來說 也不是為了應付老闆 也不是為了工作的需要 純粹喜歡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40分 謝孟琦因為熱愛創作 最後呢 終於有一個機會 把她的創作做的整理 整理之後呢 也順利的數位上架 每隔一段時間 我們就可以聽到一首新歌 後面還有嗎 有 有 所以那個 就是 按照那個節奏 一步一步來這樣 不急就對了 那你 真的成為歌手之後 你有什麼夢想 應該是想要寫一些 把我的創作 可能可以給一些我喜歡的 就是歌手 或者是說 有些合作 或者是說可以幫一些劇啊 或是戲啊 一些主題曲 這種 是說 幫你喜歡的歌手寫歌 周杰倫是已經不可能了啦 對對對 杰倫應該是不會唱你寫的歌 杰倫都會唱自己寫的歌嘛 對啊 所以你自己心目中有夢幻人選嗎 夢幻人選 我剛剛馬上獻騎的是林佑佳 林佑佳 對啊 因為就是 也都會 GKV也常會唱他的歌 就很喜歡他 林佑佳全是歌有他的一個 獨特的魅力 對 所以有很多的歌被他唱到以後呢 就聽起來都像是他的 對對對 對不對 回不去 所以我們就要講一下 那個五月天阿信說 成全這首歌是劉若英的 對 因為那個林佑佳唱的成全 很多人都以為成全是那個林佑佳的 所以每次五月天在演唱會上 都會告訴大家 那個hashtag成全是劉若英的歌 所以那個有機會的話 如果可以寫給林佑佳 你一定會覺得很興奮 真的真的 但為戲劇啦 影劇啦 或者是舞台劇寫主題曲已經有了 對啊 有了 但就覺得 如果還有更多不同的機會 就蠻想挑戰看看的 這是為舞台劇 跑單日記寫主題曲 歌名叫新門 那這個舞台劇是什麼 他其實在描述就是外送員的一個故事 就男主角是外送員 然後去跟一個跟女主角 然後女主角就是她癌症之後 她雙腳不能再站起來 她就不能再跳舞了 然後他們就一段故事的相遇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故事感動你寫出新門這首歌 對就是那時候跟導演聊完 看完劇本 然後她就說我們其實 人在那個 就是人前人後 其實是會有一些 可能只屬於自己的那一面 所以就順著這樣的一種心情 然後把它寫出來 好啊 這算是你實現這部分夢想的第一步 真的 讓自己的歌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畫面 然後從這個畫面發展 不管是戲劇 不管是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主題曲 但我覺得總是有一個開始 這是舞台劇 跑單日記的主題曲 歌名叫新門 其實你的每一首歌都不太一樣 風格就是 對 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嘗試 這些不同的嘗試 可能跟你的創作有關 你創作的時候在不一樣的狀態 你就會寫出不一樣的歌這樣 對對對 搭配那個心情啊 情緒 對啊 目前有四首歌其實幾乎是四種樣子 所以可以讓人很期待 接下來的謝夢奇會 往哪個方向發展 對 這是在2022年的三首歌 我們都播完了 另外還有一首歌也是 2022年的 《Magwish》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很多人都有夢想 而謝夢奇走在夢想的路上 你會想要辦演唱會嗎 會啊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對 你可以make a wish 好現在趕快make a wish一下 在未來也許他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專輯 今天我們把這位新的創作人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從他的音樂裡面感受到那一份溫暖 今晚娛樂一世代謝謝謝夢奇 謝謝憲哥 你的名字謝謝謝夢奇 喔對 謝謝謝夢奇 跟范范范范維一樣 是的 inn sit O K 謝謝 喜看 張